上回講到,大理此文大人已經將武吉祥,無形包三公子的事查清楚了。 這是誰無形包卿的呢? 再側龐太師寫了一張字條,講包世榮到處勒索了這麼多銀兩,到底是真還是假的呢? 這些都未曾查清楚,皇帝就下旨將這件案,交給開封府來處置。 包公立即派人去追查核酸,那個假公子到底勒出了多少銀兩? 出去查的人一回來,一報,原來很多都是加上去的,一百兩變成一千兩,有些未去過的地方, 都說被包公子勒索了多少多少,一追問,個個都說是太師吩咐要這麼做的,就不感不寵。 包公就心中明白,這個龐吉,無非是想加重包世榮的罪狀, 來都加害於我而已。現在最重要的是,立即要找到那個假包卿出來, 找到他,就能夠揭穿龐吉的陰謀詭計。 包公就吩咐那些牙翼,暗中去到太師府門前來巡查, 一幾年有和包卿上茅相似之人,不容審問,立即鎖回來開封府。 那些牙翼去了幾天,都沒見到有個慈包卿之人出入, 當然啦,你以為他傻的嗎,現在開封府正在追查著無名頂替的案件, 自己拿來追,走出街室被人抓? 那這邊開封府呢? 皇馬張兆幾個月急得發發跳,幾個月開始商量, 不,就要在門外說,等到何時呢? 不如我們幾個,瞞至雙野,摸入太師府, 將這個架包卿捉出來說。 蔣平就說了,不行,不行, 你們四位是公差。萬一被人發覺, 反咬一口,說包成相侵犯太師府, 那倒是反為不美, 我和徐三哥两个没人认识 而且还在太师府藏书楼住那段很熟悉 不如等我们两个今晚摸进去 想问佛找个假包卿出来 今天了结这件案 皇马张照四个亦赞成他的主意 那晚 张平和徐卿两个 就换上夜行衣服 摸入太师府 这两位都是出名陷空岛五鼠 两个又曾经在太师府藏书楼住过 又很熟悉 进去就穿堂入室 就维禁拱 去到一间帐房 见了两个人在这儿喝酒 张平在窗口装进去 哎呀 是的 这个人持足包卿 那个徐卿就想冲进去捉人 蒋平就叫他 慢着 再听下他们说话先 那一会人又相似 逐错人又不得了的 两个人就躲在窗口外面来听 怎么知道里面那两个喝酒的人呢 整晚固着喝酒 喝到醉纷纷说那些不三不四的事 他眼里又没有提到假扮包卿之事 我说徐卿又不得了 喂喂喂 那等到什么时间 等到天光都没用呢 进去捉出来审下就行了 张平又劝着他 你别急着想我办法先了嘛 突然间 竟然有个秦庚人走过 张平就轻轻推了下徐卿 两个人夹手夹脚就捉住秦庚的人 徐卿就牛高马大 是样子凶狠的 张平就整个死不去的病军 半夜三更上去 他两个你都别说不怕 何况两个人手上 还拿着闪闪发光的大刀来 张平就问 喂 帐房里面 坐着一个白白正的 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干什么的 秦庚的人就说 他是帐房先生 叫做庞明 那好了 难为你一慢点 接着呢 就将这个耕夫绑着 用布塞住口 就拖起花圆石山后面 然后张平就要敲门了 喂喂喂 明哥 明哥 哎 你也好啦 哎呀 那又冒充了 待会包兄就拌了这么多银两了 不这么独食的 请我喝一杯也好吧 里面的人都已经喝到醉纷纷了 听到张平这么说 以为是熟人来敲烧港 一边暗暗沉沉 一边起床开门 哦 你真是说得容易啊 我冒充包兄 拿命来博了 比个包公知道啊 插我骨骨骨骨骨骨骨啊 你啊 你这种人啊 做事又不见你帮手 吃东西吃点 咚都不行 你呢 虽然 跟著開門,蔣平也未等他出聲,已經一手請他把刀對正頸,徐兄衝進去三幾下手勢, 將另一個人綁住,用布塞住口,然後兩個人夾手夾腳,將唐鳴扎住,也用布塞住口,徐兄力大, 一托就托著旁鳴,爬出場外,非快就趁開封府,到日一天亮,就將旁鳴押隔去見鮑公, 鮑公見到捉到這個無形鮑卿之人,深重喚起,直接開堂審問, 那個旁鳴,來到開封府,已經怕到雲泊都沒有,哪裏還敢隱瞞呢? 一五一十,就將旁太師吩咐自己無衝鮑卿,然後就躲在太師府, 那鮑公就算跳入黃河亦都洗不清了,勢必將鮑公的名聲搞醜, 鮑公見到旁鳴那樣,確實與鮑卿有幾分相似, 心中暗想,啊,龐吉這條獨計,確實是幾獨, 街上人人都見到鮑卿來攔截公差,如果不是捉著這個無牌鮑卿, 那我怎麼說人家都不信,當然說包城上派人包庇的侄, 鮑公就吩咐將旁鳴收押,然後就寫好奏折,連同旁鳴的公辭一起上奏天子, 那無吉祥,無衝包世榮,招搖勒索,動用私營毆打官差,罪該斬首, 唐明雖則無衝包卿,但只是奉太師之名,事後還老實招公, 故事判無罪釋放,管成縣的管事趙卿,無辜受害,理應恢復原職,賞銀二十兩給他養相, 至於龐吉,孫榮,遼天成,三人施定陰謀,假無包卿,攔截陰差, 還假製莊政,皆屬蓄意陷害大臣,臣不敢妄定罪名,黑聖上明事。 那個人中皇帝看完奏節就十分高興,本來皇帝已經好避忌過龐太師, 結黨營師,把持朝政,現在見了太師,居然夾起來兵馬師和監察院, 一起來害包公,就怕著再不斷下去,連自己籠床也坐不穩。 皇帝就借這次案,實行對這幫人開刀,皇帝就落聖子,說龐吉, 累設姦謀,陷害忠良,本該重辦。 故念龐吉在朝多年,又身為國職,仍恩准,靈泰師涵身奉,但從今後不准入朝參政。 宣榮,遼天成,義父龐吉,成黨羽,實屬不知自愛,降三級調用。 其餘的呢,就照包公的裁定來處置。 那這一次呢,龐太師害包公害不了,反而害到自己。 雖然還保留了太師的名堂,又領了那麼多身奉待遇, 但是就不准上朝參政,還將那兩個得力死當當級。 那滿朝文武,個個高興,天下百姓,亦齊聲讚好。 人人都知道,包公,大公,無私,並無包庇到個親子。 那麼個個更加敬重這位包青天。 那麼包公,審完這件大案,就在府中做生日。 皇太后和皇帝也都送賀禮,至於文武百官賀壽呢? 包公早就講清楚不受禮品的了。 那麼個個都知道這位尚爺的脾氣的。 所以亦不敢送什麼後禮,只是來慶賀一番就在了。 包公做完生日,就吩咐三個侄回家鄉。 包公見到第三個侄包世榮,知書色脈,人品敦口,為人聰明。 包公心中就特別喜歡這個侄,就叫他們三個回去後, 稟告祖父母和父母。 叫世榮馬上回來開封府讀書,準備投考。 那三位公子辭別了阿叔之後,就返回家鄉。 那麼開封府平安無事又過了幾天。 皇上召見包公,又問起白玉堂的事。 包公本來早就想咒明皇上,說奴方三兄弟來了。 現在皇帝問到,包公就乘機就想,殺人行兇的人就未曾捉到。 自然有他結拜兄弟三個自行投案,神已經查明。 原來他們是陷空島、勞家莊、五壯士,又名五鼠。 皇帝聽說五鼠就問,咦?怎麼叫五鼠呢? 包公就走上,這些都是他五個人的花名。 大哥奴方,叫鑽天鼠。 二哥韓章,叫頓地鼠。 第三個徐兄,叫川山鼠。 第四個蔣平,叫番江鼠。 第五個叫錦毛鼠白玉堂。 皇帝聽到這樣說,就示威上來。 哈哈哈哈,聽他們的花名。 鑽天頓地串山翻江,好像都有些本事。 包公就乘機說,這幾位都是本領高強,伸手不凡。 又是行俠仗義之人。 如今,就是韓章和白玉堂不知去向其餘三個都在臣的衙門內。 仁宗又說,既然如此。 好,慶家明天就將這三個帶入朝, 正在壽山福海親自來審問他們。 包公一聽,就心中明白,皇帝要親眼看這三個人的本事。 所以說要親自審問。 如果皇帝要審案, 必須選壽山福海來審。 當然是公堂上審。 分明聽到他們會翻江倒海。 故此選壽山福海來考他們。 包公離開皇宮,回到開封府, 立即將這件事告訴奴方三個。 又吩咐展昭公宣賊, 明天跟著一起上朝,從旁朝映。 包公又對奴方三個定逐一番, 教他們見到皇帝如何對答,如何行禮。 到第一早,奴方三個穿上囚犯衣服等候。 包公見了這樣,就吩咐, 不必這麼著緊,等到皇上召見時, 再穿上囚衣也未遲。 奴方便說,今天朝見天子, 你而奉公守法,不敢為上爺招添麻煩。 包公心中歡喜, 這個奴方確是敦厚之人, 處處為人著想。 包公亦沒有再出聲, 就上繳,上朝見家。 展昭和整班弟兄, 就跟隨著照應奴方三個。 一會兒叫人沖茶沖水, 一會兒走到身邊問長問短, 一尾叫他們三個不必擔憂。 奴方便倒下頭,不言不語。 蔣平也皺眉眉頭,暗至尋飲。 唯獨大老粗徐慶, 頭顎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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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顎。 唯獨大老粗徐慶顎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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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展昭就誓聲對奴方說,大哥,你不必擔心,皇上問什麼你照著說就是了,如果一時答不到,就不要出聲,上爺自然會啟咒的了。 展昭就帶著奴方三個來到壽山福海,這裏是皇帝遊玩的地方,是皇宮的後宮花園,只見宮殿流閣禁壁煌,一座萬壽山,青蟲吹魄,十分壯麗,前面的福海一望無濟水波蕩漾,景色十分壯麗。 一陣就聽到一陣鐘鳴鼓響,天子駕到啦,皇上就升上古殿,煞時間,肅靜莊嚴,只見包公跪在街下,拜見皇上,皇上就召包公上殿,小小聲問了幾句,然後就吩咐,大奴方,徐慶,蔣平上來, 這三個現在是犯人身份來的,所以呢,每人身邊都站著兩個侍衛,兩個押一個,押戒著上來, 到台街前面,兩邊的侍衛小聲說了一句,跪下啊,然後一握,就將奴方三個握著跪在地上上,皇帝就吩咐奴方抬頭, 奴方將頭一握,皇帝一看,果然氣與軒昂,上貌出眾,想著這個人殺得這麼威武,一定有些本事而已,皇帝就問他,為什麼來開封府自首? 奴方就回答,罪民因為盟興白玉堂年幼無知,侵犯天庭,這些都是因為罪民平日不能善家約束,缺乏教育,故此惹下滔天大禍,罪民甘怨替罪, 皇帝幾乎奴方這麼說義氣,願意為白玉堂頂罪,唉,心中高興, 那陣子,忽然間一陣狂風吹過來,將前面忠烈池,棋桿頂上的皇帝吹到發聲響, 又見皇帝的飄帶,忽然前在棋桿上,皇帝就借題發揮,問, 奴方,你號稱鑽天序,你看,那些棋桿上的飄帶纏著,不如你上去解開它吧, 奴方就應了一句,罪民願意盡力一事,皇帝就吩咐,除下奴方的刑具, 又除了一套罪衣罪裙,就叫侍衛帶他到棋桿底下, 那那個奴方,號稱鑽天序,爬竹桿的,最拿手的嘛, 一望那些棋桿,有陸象多高,正好一顯本領, 一見那奴方,好像是猫猫那樣,說得沒那麼快,已經爬到棋桿頂, 一下子就解開,翹着棋桿的飄帶, 啊,又整定他好運啊, 剛剛上到棋桿頂而已, 一風停了,那些皇帝就倒了下來, 那奴方就乘機演身手了, 他用雙腳夾著棋桿,一隻手拿著皇旗的棋尖, 突然間雙腳一撐, 哦,整個人好像釘在棋桿上那樣, 把橫伸出去,將於皇旗拉開, 皇帝和整班文武官員, 在下面看到連聲讚好, 怎知道呢,不如現在有一陣狂風, 皇旗被那風一吹,迎風一拼, 嗯,奴方就握著棋尾的嘛, 被那風一吹,接著好像風車那樣轉啊, 突然間一鬆手, 頭向地,腳向天, 有一隻刀頭的鐘落裡, 哇哇,陸上多高,還會靜的, 看東西的人就不約而同, 喊了一聲,哎呀, 雪那未遠, 只見奴方還差幾石到地, 突然間雙腳一夾就夾, 旗桿就停在那裡, 不過頭就剛剛碰著地上, 跟著一個斤斗, 已經站在地上, 然後就雙膝下跪, 說了句罪民獻醜, 扣了頭給皇帝, 皇帝就連聲稱讚, 哎呀,好好好, 你真是名不虛傳, 就吩咐左右, 大勞方的台階旁邊等候, 皇帝就再看包公奏節, 老耳遁地署韓章, 現在還不知去向, 皇帝就點第三個名, 穿山鼠隨興, 有, 兩邊文武都惡言, 喂, 你現在是罪犯來的, 皇帝點你的名, 你應該答罪民在, 這麼陡膽, 有, 這樣啊, 那還得了的, 誰知那個皇帝呢, 他平日見慣那些大臣, 個個得頭得腦, 點頭下腰, 音聲音氣, 現在聽見徐興的一句憂, 他反而覺得好笑, 望望徐興的樣子, 見他滾大雙眼望著自己, 沒有到半點方張的神情, 樣子是出色粗魯, 知山的傻傻傻昂昂, 也十分可愛, 皇帝就問他, 你又怎麽叫做穿山鼠呢, 哦, 即是我呢, 我掌平跪在旁邊, 我就快點用手針, 對他一下小小聲, 我罪民啊, 罪民啊, 是, 我罪民呢, 就是在陷空島捐山洞來玩玩玩的, 大洞小洞我也會捐的, 所以那些人是按我花名的, 叫罪民做穿山鼠, 其實是沒什麽好看的, 皇帝笑起來問, 哈哈, 萬壽山這裏也有山洞, 不知道你捐不捐得過呢, 哦, 那有洞, 一定捐得過的, 皇上就叫陳臨, 拜徐庆去萬壽山, 陳臨呢, 又怕了徐庆不識趣, 就小小聲祝福他, 喂, 你隨便找我洞捐一下, 立刻就出來就可以了, 應一下景就可以了, 啊, 徐庆是一比一比, 行啊行啊, 我會做的啦, 只見他好像一隻野豬那樣, 飛跑上萬壽山, 找洞來捐, 這個徐庆呢, 他今天有心演是野, 大的山洞他不捐, 啊, 他偏偏, 找了個好像細面盆那麽大的洞, 那這個徐庆肩頭成兩尺寬的嘛, 那麽小的洞, 只捐個頭進去就行, 難道你真的會變氣, 會整個人縮小, 那你怎麽捐得進去啊, 嘿嘿, 只見那個徐庆好像一隻穿山, 甲那樣, 先將頭捐入那洞裡, 兩手再一尾那樣撥, 啊, 那些泥畢畢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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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撥出來, 一陣子就在山洞外面, 就堆了一堆泥, 徐庆已經捐了進去, 皇帝和整群民武大臣, 也要稱讚, 啊, 皇帝又笑笑口說, 嘿嘿, 他何止是穿山鼠啊, 整隻穿山甲那樣來, 大家想著, 这么小的洞徐庆都捐了进去 已经好料不起的了 就大家等他捐出来 谁知等下等下 咦 没到动静的 陈林就惊得上来了 喂喂喂 那个局死在里面 陈林就在洞口说 徐庆 徐庆啊 又没人回应 陈林急起来大声叫 徐庆 徐庆 快点出来啊 哎呀 依然无声无息 喂喂喂 徐庆在底下搞什么呢 是演戏啊 还是真是烤了呢 欲知后事如何 且待下回分解了 上回讲到 那总管陈林 记得徐庆这么久都不出来 急起来就大声叫 徐庆 徐庆啊 快点回出来啊 只见来两三丈远的山顶上 在地下捐了人头出来 不用怕 我 我在 跟着 跟着那个徐庆 满面污泥 一身衣服 勾到烂了 成一只泥鬼 那样捐了出来 皇帝 看见这样的年星青山 好好 有本事 下面展昭呢 就拿了一套衣服 披在徐庆身上 徐庆就跟着大哥 劳芳 两个都跪在一起 现在就轮到路四 翻江署 掌平了 皇帝一看掌平 哎呀 又瘟又瘦 跪在地上 好像个小孩 蹲到玩泥沙 那样 皇帝就叫了声 掌平抬头 咦 咦 他仰黄禽禽 干燈燈瘦 猛猛 面黄肌瘦 就剩下一双眼鱼 滚滚滚滚滚滚 哎呀 看他的样子 至少饿了十几天没吃饭 病得就断气 吃成是肺路加生殖的病君 什么这样的人 带来见朕的呢 还说什么翻江署 既然已经带来了 又给面包工 皇帝就只好问了他 你既然叫做翻江署 都怕几熟悉水性的了 掌平就说 罪民自弃熟悉水性 在水中如在陆上一样 可以在水底看到东西 也可以自由自尽 不用吐气 所以才叫做翻江署 那个皇帝 刚才看到掌平的样子 已经不开胃了 听到他敢说 自认了熟悉水性 聂得这么教官 皇帝就更加不高兴 有心要为难这个掌平 他就吩咐了太监 拿南方进贡那只金蟹来 太监就立刻捧了个金漆木桶 这个木桶里面有些水 就养了一只金蟹 蟹呢 这只金蟹又与别的不同 有五寸长三寸阔 整半斤重都有 全身是碧绿色的 但是夹杂着一点一点 闪闪发光的黄色 双眼好像两颗珍珠 实在十分珍贵 包公见到这些年轻轻载 果然是世间稀有 皇帝就吩咐 陈林大掌平坐上一只小船 皇帝就带着那些文武大臣 就坐上另一只大船 那时候陈林也有点害怕 这个仇海一望无边无际 一只金蟹放入水中 那又有如大海撩针 哪里找得到回来的 陈林就小声对长平说 喂 这只金蟹是皇上心爱之物 如果你没有本事述回来 你就趁早告诉我 我帮你向皇上说说情 免得到时不见了这件宝贝 你就不得了的 长平笑嘻嘻说 多谢公公关照 公公放心了 那一只金蟹 你等一粒沙下去我都找到回来 说完 长平就除了一套囚犯衣服 只穿一身紧身三苦 那边大船上 有个太监就大声叫 长平 我放金蟹了 说完就将金漆水桶 桶口向下 桶底朝天 一倒就连水带金蟹 就倒了下海 那只金蟹 那只金蟹是养了一轮的 突然放他下海 他惊了一阵 停在水面上不动 陈林就催促长平 喂 趁他还没沉下水 你快点捉他回来 长平就动都不动 那只金蟹呢 停了一阵 醒过来 一味就没入水 无影无踪 那时候长平才站起来 到头一钟 哦 无声无息 一滴水花都没浅起的 皇帝在大船上面 看到这样的新闻想 看他的样子 又确实挺熟水性的 这个皇帝又怕 不见了他的宝贝金蟹 就登大商业来看 等了一阵 没有动静的 皇帝又有些后悔了 哎呀 本来就不应该 就不应该 皇帝心急 包公心亂 大哥牢方就害怕 徐兄就拗头拗 哎呀,这个病君搞什么鬼 难道藏板这回失手找不到 众人正在猜疑 忽然间看到 水面涌起很多水泡 糟了,糟了,难道真的沉落底 皇帝急得站起来看 谁知道突然间 在水泡中跳着掌瓶出来 上手捧着那只金蝶 掌瓶的确是本事 那些水城几像深的 他好像在地上踩水 水子浸到他大腿 他上手捧着金蝶 好像水面跑步 飞这么快来到皇帝的大船旁边 太监就快点将金蝶水桶用繩吊到水里 掌瓶就将金蝶放回水桶 然后整个人跳来水面 向皇上扣了个头 游泄降水 降回那只小船路 这回连皇帝也服了他 好啊,好一个翻光鼠 明不虚传 皇帝回到入宫之后 就召包公上殿 皇帝就问 朕看他这几个人 技艺超群 又浩合仗义 国家正以鼓励人才为众 朕想加封他们的跡函 使得以后有本事之人 都怀有向上之心 卿家依下如何呢 那个包公 本来就一心想皇帝重用这几个人 一直不敢开口而已 现在皇帝开声 更好 连皇周上 正常英明 天恩浩蕩 从此大开进言之门 实乃国家之大幸 皇帝就立刻传指 封奴方 徐兄 仰平三个人为六品教位之职 留在开封府任职 又催促包公 无必将白玉堂 韩章两个 找回来 那包公 借恩以后呢 就带领徐方几个 回回开封府 奴方三兄弟 一起叩头 多谢包公 包公呢 又叮嘱他们 无论如何 一定要想办法 找白玉堂 和韩章 回来 那 现在 开封府 又多了三元六品教位 南俠展昭 都要和公孙策 王朝 马汉 整班人都十分高兴 一起来和奴方三兄弟 和喜 唯独赵府 不愤怯 我们几个 千辛万苦 不愤怯 出生日子 才换了六品教位 回来 这三个家伙 不发一刀一枪 就和我平起平坐 一样做六品教位 那奴大哥 人品牵昂 为人忠厚 又有些本事 那他都还可以 徐庆为人直爽的脾气 和我赵府差不多 他做教育 勉强 就是那个姓长的翻江鼠 三分杖人 七分似鬼 全身皮包骨 如果没有几条筋 就早就散了 他还学别人 承认厉 说这么大口气 他熟悉水城 在水中捉一只琴驱 有什么这么大本事 如果他岸上 和我赵府过两招 我用手指弹 他就是连脚骨也打断 猴子也有几两肉 他好像杀了半年的人肝 居然和我平起平坐 大家那晚 和奴方三兄弟 拜酒宴和喜 赵府就有意整腐掌平 人人都敬酒 偏偏他就不肯和赵平碰杯 赵平叫声他四哥 他连眼尾都不手下 不理不睬 赵平又好忍得镜 一点都不介意 处处养赵府三分 那总算是相安无事 光阴此战 但眼睛又过了一个月 白玉堂和韩章依然没了音讯 那天 包公上完朝之后 就回回开封府 在半路 突然间一个和封难路告状 一边含冤枉 一边双手 呈上壮词 包公看完壮词 就吩咐 将这个和封带回开封府 即刻又升唐审问 原来这个和封呢 是长辅院 保诸子的 叫做发明 他是要为他的师兄 发冲来的申冤 至那时呢 开封府啊 为了找个白玉堂 和韩章 已经搞到谈谈 黄马张照 日夜出去找人 奴方三兄弟呢 亦分头去找 南俠展昭呢 既负责开封府的警卫 就不敢离开半步 一时派不出人 包公就只好叫两个得力的暴头来 一个叫做江帆 一个叫做黄茂 这两个呢 都有些本事 又十分精力的 所以包公呢就派他两个去查访 这件案件 那江帆和黄茂两个公差 就离开开封府 去长辅院查案 行到半路就到了一个村庄 叫做保善村 那时呢 已经时近黄昏 江帆和黄茂两个呢 就想入村里面 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过夜了嘛 忽然间 看到两个男人 一个就长得身材十分高大 一个就长得很矮小嘛 那大汉就走在前面 那矮小的呢 就在后面追着来 那大汉就走得快 后面那个就追不上嘛 一下子 整个踏在地下里 啊 跌脱了一只鞋 露出三寸金连礼 原来是女扮男装的嘛 那下前面的大汉就快点走回头扶起他 就帮他穿回一只鞋 那江帆和黄茂这两个 是奴差骨来的嘛 一见这样 知道这两个人都不帮好人的了 两个警察就扑上前大声喝着 喂喂喂 别走着 你拐大夫人 想走那边 黄茂就动手逐个男人 怎么知道那大汉一手 秤着黄茂心口 一拼 哇 整个人搭出的像多远 江帆见到这大汉这么厉害 这么大力 就不敢正面迈去 就静静在后面扑上 一箍就箍着他的脚 怎知大汉一坐马 将手就执着江帆的头 一关腰顺着到勢 将江帆一拼 整个空中转了个筋斗 然后到头扑到地下 两个专门俗人的开封虎步头 一动手就被人搭生鱼 搭到趴在地下 不懂得起身 这个大汉确实厉害 江帆黄茂两个又怕又不服气 只不够人打 两个就趴在地下大声骂 喂喂喂 你拐大妇女 还斗胆扭打公差 你该当何罪啊 那大汉就理都不理他两个 对那女子说 你快点回去 前面路边最大的一间屋就是了 你告诉开门的家庭听 叫人拿着乘术来绑人 那个女子就急急脚向前行 江帆你两个差人 就想着这回撞板就想爬起身走人 那个大汉一扑扑都过来 一手劫一个 然后走几步将两个人一打就搭在地下 指着他两个说 别动啊 你两个 动了我一脚打下来就连命都没有 过了一阵 整班家庭拿着铁棍铁尺出来 雷主管 怎么样 你来来来 将这两个绑着他带回来见完 家庭是七手八脚绑人 江帆黄某两个平日专门绑人 这回自己扮骗 被他们绑到连吐气都吐不了 抬着回去 去到前面那间大屋那里 只见门前有几部台阶 周围的围墙很高的 那帮大门又阔又大 一看就知道是有钱的大户人家 那帮家庭就将这两个警察抬进去 那个大汉就说 我去见袁外 你们看着他们两个 一会儿 大汉就带了一位袁外出来了 那位袁外一见到江帆就立刻说 哎呀 什么是你呀 快去快去松绑 哎呀 江帆兄 真的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请进来里面坐 进来里面坐 进来里面坐 那轮不守本分偷握拐骗的事 后来江帆就改邪归正 投奔开封府当差 做了几年就升了做暴头 那在开封府呢 江帆见到包公围观清正 又见到南俠展昭一帮人英雄好合 江帆就心中羡慕 更加立意做人 所以这几年勤勤狠狠一心向上 知那个林俊呢 依然做了不三不四之事 偏偏又被他发了大财 在保善村建大屋买田买地 有钱有势 他听闻的老拍档江帆 现在开封府当差 一直都想巴结一下他 想多个人做内认在开封府帮忙 谁知今日的管家雷鸿 将江帆组回来 林俊就连忙请江帆黄贸入客厅坐 又叫管家雷鸿上前认坐 林俊就对江帆说 唉,这么久没见面 原来你弄得这么好 喂,在开封府做了大官 喂,兄弟,今天的事 你帮我遮掩一下,可以吧 江帆只好认 唉,我跟你共过患难的,有两句 今天的事我当过没来 我会做的了 好了好了,我有点事,我先走 那江帆只想要快点脱身 故此假意答应他,帮他遮门女子之事 这个林俊又不是那么容易骗的 他是一心要拉江帆落水 他怎么都要留着江帆 喂,兄弟,这么久没见 走都不喝一口,走人 哎,不行不行 接着林俊就打过眼色 家人就捧了二百两银出来 那江大哥 这些小意思,你先拿回喝茶吧 哎呀,林兄 得多小事,为什么这样 小弟现在不同往日 小弟现在是警察 不能够受人家银两 林俊还一味嬉皮笑面 哎呀,想不到几年没见面 你跟我打官 喂,以前同路同报 现在变成外人的嘛 林大哥,那不是这么说的 好了好了 我将来再来找你聊天 小弟走了 江帆就拉着黄帽起身就走了 林俊看到他不肯受银两 把心一横,板在他面就喝了他 江帆 哈,敬酒不喝,你喝佛酒 我念去日之情送银两给你 你居然跟我来打官汤 喂,你以为我真的怕你这么开丰富 小小一个暴头 你既然不肯受银两 咋,那我省了 你给我写一张收据 就写收了我银两二百两 江帆役反面 喂,林俊 你素来知道我脾气 我江帆役是被人吓大的 你还是收回你这一套好吧 林俊就大喊一声 雷洪 帮我来侍候这两位官差大人 不见棺材他就不流眼泪 你给点心思服侍他两位 那个雷洪即刻吩咐家庭 将江帆两个绑住 就拉就拉入后院一间大房里 那个房机群巾 Jeżeli较而已 在公形里 upert righteousness 在横梁那里就而吊了两条铁链 在横梁这儿吊了两条铁链 两条铁链 每条铁链掛着一个大铁铺 旁边就放着一个木架 木架上面就放着两条皮铁铐 cendo两只铁银 房间中间就放着一条太司宜 不用问这些专门行营的地方 那个雷虹就吩咐 将他们两个吊起来 家丁就抬起江帆皇某 用个勾一勾就每个勾就勾着一个人 两人都脚离地吊一半空 拼下拼下 好像个钟摆那样 那时候江帆先看清楚雷虹的样子 哇 身材高大面欲横生 个面青啤啤双眼 好像那叫灯笼仔那样 凶神恶杀 雷虹就吩咐家丁 先打江帆 一年就打了十几皮鞭 雷虹就问 怎么样 够了吗 江帆那时候 就想着这回不死也一身散 林俊那份人他也清楚 他世别不会放过自己的 江帆也把心一横 他拿出当年做懒仔那套本事出来 笑笑口对雷虹说 林俊他确是认真孤寒兼缩骨 不养你这帮伙计猪肉都没够吃 个个吃齿的吗 的士力气都没打人 好像拍灰尘那样 那样是人头而已 雷虹一听 哎呀 你个家伙死静把口 好 等我亲自来服侍你 雷虹就站起来 脱了件衫 哇 手挂好像铲仔那样粗 身段就成只牛骨仔那样 拿去皮鞭 啪啪啪啪 一连抽了十几下 江帆依然嬉皮笑面 哈哈哈哈 还是你这儿子孝顺 和老爸拗一下痕 来啦来啦乖仔 出力拗一下 那个雷虹就更加火滚了 啪啪啪啪 一口气打到几十皮鞭 打到鲜血淋利 那个江帆已经昏昏迷迷 啊 他还是不收口啊 乖仔 给点心机啦 唉 你老爸眼昏就就睡着了 雷虹就被江帆 激到发发跳 我就不信 我治不到你 我 我连这棚牙都打了他 我看你怎么说话 那个雷虹说完 一手就拿起这条铁军 就想照头扮下去 刚刚那时 有个家丁进来说 雷总管啊 沿海请总管出去喝酒 一会儿才来炮制他两个 雷虹一手就砍了那支铁军 就指着江帆 你等着先啊 一会儿你知死 江园就带了个家丁 走出去 黄某呢 见到室内无人 就小小声对江帆说 喂 江大哥 你何必这么嘴硬一尾顶撞他呢 哎呀 那就只能受苦而已 老哥 你都不知道 如果我不激他打我 他连你都打了 是我累了你 那你应由我一个人来受罪算了 黄某就心中感激 就说了他 江大哥 那怎么对得住你 哦 没什么的 如果好彩素呢 你回开封府 就告诉展护卫听 叫他们帮我报仇 正在这个时候 听到门外有开锁的声音 跟着就推了个白衣公进来 推进来这个白衣公是什么人来的呢 欲知后事如何 且待下回分解了 上回讲到 江帆就刚刚跟黄某在谈谈 忽然间听到门外声哩声哩 开锁的声音 跟着就推了个人进来 啪的声音又再关门 黄某就问 喂 你是什么人来的 老汉声楼 带上个女儿 去探亲 刚刚经过这里 被保善庄 庄主 见他抢我的女儿 哎呀 好在碰到一个庄司 叫做韩章 救了我父女 还给了五两银我 谁知我父女两个走了不久 之后 又被他们捉回来 哎呀 现在我女儿也不知道性命如何 说完就哭上来 江帆和黄某两个一听 哎呀 韩章啊 哎呀 找到韩章就立了大功了 哎呀 可惜我们现在被林遵捉住 连命也没有了 哎呀 还想他做什么呀 两个人暗字叹色 忽然间 听到门外有叫锁的声音 一声门打开就跳了一个人进来 那个人穿一身青色衣服 那个伯爷公一见就叫 救命恩人来了 快点来救老汗 江帆皇帽一听 哎呀韩章来了 两个人一起喊 韩二元爱快点救我们一命 韩章一句说话都不说 拿起刀就将锁割断 将江帆皇帽两个鞋勾住抱回来 那个老伯呢 因为上了年纪又被人绑了这么久 血脈不通 韩章用刀过了他身上的绳 哎呀他还不懂得动啊 韩章就对江帆说 这样了 你两个扶着他去找个地方躲起来 我去续续林俊回来 将他交给你两个带回衙门去兵 江帆和皇帽两个扶着老伯出去 哎呀这里四边都是围墙来的 他带着个不懂得动的老伯 怎么爬得出去啊 韩章一望 行了行了 那边有个仰马的马房 你三个就躲在后面先 我捉了林俊 然后找回老伯的女儿再回来找你们 说完之后 韩章一跳就跳上瓦面 一直摸到林俊住的房 哎呀 看不到林俊在那儿 只见林俊的老婆 和一个白夜婆在聊天 那个白夜婆在说 哎呀夫人啊 你是一片好心 每日烧香求神保佑 沿海平安无事 但愿上天保佑 沿海回心转意 那位夫人就叹了口气 哎呀都怕几难啊 哎呀 谁劝她 她都当耳边风 今天又做了个女子回来 坐在前面的暗房里 哎呀 她专做了这么无音质之事 你说怎么办呢 那白夜婆就说 夫人啊 今天沿海就不空去你那个女子的了 为什么她又会这么好心啊 哎呀夫人 你问问我多事啊 我说你知啊 我们村里啊 那个打铁佬呢 不是叫做阿广的 她的老婆黎氏啊 正一水姓羊花之人 不是好事来的 啊 和我们沿海是有路数的 本来就说想和沿海住埋的 她整天就看她的老公快点死了 她的老公啊 啊 前一陣子病了 啊 怎知道是医治好啊 啊 那个沿海呢 就和那个雷洪商量 嘿 她想了一条好独得计谋出来啊 啊 沿海啊 叫那个黎氏啊 告诉她老公听 说呢 要去保朱子萧香 求神保佑老公长命啊 哦 那那个黎氏就真的去保朱子萧香啊 啊 她特意塞了一条披肩在大殿上 跟着尾呢 那个雷洪就将披肩拿走了 那个黎氏还装模作样 说不见了一条披肩啊 在保朱子周围地找 到那晚半夜啊 那个衰人雷洪啊 她敲打铁佬的门 说送回披肩来 那个打铁佬一开门 被那个雷洪斬了个头下来 就用那条披肩包住 埋在保朱子后院那里 跟着那个黎氏就去长扶院告官 说今天去保朱子萧香不见了披肩 今晚有人敲门说送披肩回来 她丈夫开门就被人斩了个头啊 那院官一听啊 哎呀还用心呢 肯定是保朱子的和尚 偷了披肩 借意说送医物回来乘机想奸淫妇 谁知道她老公开门故事杀人灭口 那院官就立刻派人去保朱子查 果然后院一堆泥土是刚刚挖过的 一挖就挖了个打铁佬人头出来 还是用女人的披肩包住的 那人证物证都齐了 还不是和尚是谁啊 那些警察是直接把保朱子的和尚 发充足了去 严刑敲打 那虎打成招 那发充和尚就什么都认了 但是偏偏她的师弟发明不愤怯 去包公署告状 我们园外知道发明去告状 怕着被包公释穿 就叫那个贱人黎氏女扮男装 由雷洪接了回来 现在就在东楼客房的事主 打算今晚成亲了 哎呀你说 原来搞了这些赶的东西 真是无陰功啊 那位夫人一味一只流眼泪 韩章一听 你家做个这样的老公 你再烧香拜佛 都保不住她的狗命了 韩章就立刻去到东面客房 轻轻闻屋顶跳下去 就在窗口住妆 听见里面一男一女要聊天 哟 那个包公啊 端是雨散无一失 好了好了 放心了 来来来来 喝杯 哎呀 你这个衰人 你又啊 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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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得周到 如果被她两个走出去 什么都串了帥了 不得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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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你救吗 嘿嘿嘿 我已经吩咐雷孔 一会儿就杀了那两个公差她 好了好了 不是说这么多事了 来来来来 先喝杯 韩章听到这里 心头火气 一脚就踢开 蹦枪跳下去 别吵 谁出声杀谁 那个林俊 看到韩章身材高大 日线青色的短纳 那把刀闪闪发光 驚到脚都软滑就跪下 大王爷大王爷 你放过我一命 你要银两我立刻拿给你 屁 我需要你拿 我要银两我不会自己拿 接着一巴掌 将那林俊打到整个仆子在地上 韩章一咬就咬着刀 即刻将林俊绑着容布塞 塞住那把口 那个女人来时 已经吓得不会说话了 韩章顺手中的绑雨 又容布塞住口 一手请一个就拖下楼下 一直就去找江帆 刚刚出到门口 忽然间听到外面的雷雄大声叫 别让他们两个走了 快点去找 原来雷雄刚刚想来 杀江帆王谋 谁知道不见人 他就带领家丁到处搜查 韩章就撒下林俊那两个 拿起刀就迎着雷雄 一刀就撒过去 那个雷雄举刀相迎 当一声 哎呀 韩章也吃一惊 咦 看不出这个人这么大力气 那倒是 这个雷雄本事是影真麻麻 知他那副牛力多得人害怕 知道那你就只副牛力 哪里是韩章的对手 三几下手势 被韩章用刀背在脖子里一刀 整个就扑在地上 那时候江帆王谋两个 听到外面打斗的声音 已经赶出来了 这两个警察 绑人是最拿手的嘛 刚才又被雷雄打了一餐 一家报仇地报仇 两个人夹手夹娘 齐了雷雄的衣服和腰带下来 将那个雷雄好像扎果精肿 扎着扎着 连透气血都透不了 那些家丁呢 看到韩章武艺了得 雷雄几下手势被他捉了 又见到江帆王谋两个是警察 谁还敢来送死呢 一下就散散 韩章又回到里面 将刘老伯的女儿找出来 交给老伯 然后就叫江帆王谋 押着林俊、雷雄和黎氏三个 离开保善庄 韩章又护送了他的一程 一边走着一边将林俊 如何派雷雄杀的打铁佬 陷害保朱子 发冲和尚的事 说出来 叫江帆回去报给包公子 江帆和王谋两个呢 亦都将奴方、徐庆、掌平三个 已经来开封府 封着陆品教委的事 就说给韩章子 还说 包公现在正到处找韩壮士 请韩壮士入开封府 必定加以重荣 两个就一尾欺求韩章 翻开封府 那韩章听完 一句说话都不说 一转身 都不知去了哪儿 两个警察大声喊 韩元海 韩元海啊 你回来了 韩元海 哪里还有人认啊 江帆王谋 无可奈何 只有押着三个犯人 带着刘老汉父女 一起回去开封府 拜见包公 将一路上遇到韩章 又逐到林俊 黎氏雷雄的事 一一品上 包公就吩咐派人去长府院 将法聪和尚押戒到开封府 即刻就升唐审案 林俊雷雄和黎氏三个 就知道无法隐瞒 只要一一招刑 包公就当庭判案 案律定罪 该斩就斩 该放就放 法明就扶着师兄 法聪回和尚子 刘老伯就带着女儿回家 暴头、江帆、黄茂两个 新勤立功 每人掌银二十两 江帆和黄茂 刚刚多谢包公转身要走 忽然包公就叫他们回头 包公又再一次问韩章的事 两个暴头又长长细细说一次 包公听完才吩咐他们两个离开 那后包公回到后院 吃完晚饭 那时华登初上 包公又想起韩章的事 啊!奇怪了 韩章为什么不肯来开封府呢? 江帆已经说给他知道 皇上不但无加聚于奴方几个 而且还加封为陆稳教位 那按道理 韩章已经有上进之心 应该来见他大哥的 啊! 为什么不辞而别 硬是不肯露面呢? 想来想去 硬是想不出个头绪 包公又站起身 转着手走来走去 忽然间就醒 哦! 是啊!是啊! 这些行合仗义之人 最讲义气的 那只錦毛鼠白玉堂未到 韩章就哪里肯先来靓功啊! 正在想到这儿 忽然间啪一声 一包东西就劈在门前 包公就快点上前收起来看 见到用纸包了一件东西 纸上边写着 急速拆月 包公就心想 哦!又是来告状啊! 包公就拆开一张纸 见到里面包了一块石头 另外夹了一张信尖 信尖上面写着 我今来借三件宝 暂且带回陷空岛 如猫敢到奴家庄 又去无回领一刀 包公一看这些字籍分明的白玉堂 包公就大吃一惊 三件宝啊! 乃是丞相大人 海风妇人 和皇帝封官的圣字 立即请展昭来 一会儿 展昭来到书房 包公就立即将一张字条给展昭看 展昭一看就立即问 尚爷 有没有派人去看三件宝啊? 派了包兄去了 哎呀! 不得了! 中鸡中鸡啦! 这个叫做拍门头石纹炉之鸡 包公就恶言 啊! 怎叫头石纹炉呢? 尚爷 白玉堂他不知道尚府三件宝收藏在哪儿啊 他故意扔这张字条进来 等尚爷派人去看 哎! 如果我早来一步 尚爷没有派人去看 那白玉堂再本事 他都不知道三件宝收藏在哪儿 现在尚爷派人去看 那就是找人带路带他去偷的 这回三件宝一定被他偷到手 刚刚讲到这儿 外面人声吵集 糟了糟了!火热啊!火热啊! 展昭也大吓一惊 咦! 白玉堂不止一个人来吗? 展昭就立刻撲出去 原来是西边客房起火 外面的牙翼在救火 在火光中 果然在屋顶上站着的人 展昭連亡用一招 而一枝奏箭彿飞去 只听得 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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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一声 喂,喂喂喂 被人说到大跌拉风香都想 那《展昭 連亡踮步ropsster》 又鲸起alu 他连頭都不抬 转身就跑去 眼門看见鲍題 在指挥人去救火 展昭就一手抓着他 包兄,你別管這處,快快帶我去看三建堡有沒有遺失 展大哥,我剛剛去看來了,沒事啊,沒事啊 我還怕他偷龍轉鳳,我逐件拿來看過,一樣都沒有小到 我出來見這面著火,我才趕過來救火 包兄,你別管這處,快快帶我去 兩個人就飛快去到收藏三建堡的藏印房 包兄就進去,一進去,魂魄都沒有了 哎呀,不得了啊,展大哥,三寶被人偷了 展昭也不管他那麼多,轉身拔出寶劍就跳上瓦面四處搜查 那時候,西邊客房的火已經夠熄了 只是燒了那些傢俬門口窗戶,那就沒有什麼大礙的 開工府的警衛呢,勞方、徐慶、蔣平三個 以及皇馬、張趙幾個呢,已經全部出來了 見到展昭追上瓦面,他們幾個也跳上去幫忙 到處去搜查,就已經無影無蹤了 只見在西邊客房附近屋頂上面,搭著一塊牛皮在這裡 我徐慶一望就認得,哎呀,這個是老五的駕駛來的 拿來看,哈哈,原來是用牛皮弄成一個人形 用氣吹到他上瓦瓦,軟體就十足一個人 難怪展昭一就箭打下去,嘰一聲,流了氣 所以剛才展昭一聽到嘰一聲,就知道眾計連望都不望眼 這回這個展昭,又被白玉堂撞到,哎呀,心中火氣呀 咬一咬一咬,半句說話都不講 勞方呢,也十分難過,哎呀,不抵呀,不抵呀 你做事太過陰毒啦,那你明知我們是開封府嘛 你來放火燒屋不得止,你連三寶都偷了去 你叫我們有什麼免見包公,怎麼對得住展昭這班朋友呢 展昭還說不出聲,帶著他們幾個一起回來,入書房見包公 那時候呢,包兄早就已經稟布給包公知,說三寶不見了 包公就吩咐他,千其米張揚出去 展昭幾個入道來,見到包公呢,就直接向包公請罪 包公就安慰他們一番,哎呀,這件事怎怪得你們呢 是我中了他投石問勞之計 哎呀,三寶也不是急需之物,哎呀,也沒什麼這麼稀罕,你們不必焦慮 明天再想辦法去查訪,眾位英雄見包公毫不介意 大家心中就十分感激,一切回到住所 還有,大哥,那個大哥爐方,甚急要即刻去追趕白玉堂 盧四掌平就說,大哥,那個五弟神出鬼沒的,你現在去找他,即只望風撲影 pitching,浪費氣啦 南俠展昭亦都说 盧大哥 你灵帝已经回到陷空岛了 盧芳就恶言 不会吧 他怎么回到陷空岛呢 展昭就把那张字条拿出来给盧芳看 盧芳一看 我今来自三建堡 暂且带回陷空岛 鱼猫紧到盧家庄 就去梅回领一刀 哎呀 奴芳又生气又惭愧 这个一向敦厚老实 处是稳重引阳之人 这回再没办法引 拍声其实 兴有此理 误抵做事太过分了 特了的 我捉了你 展昭就连忙拦住 大哥 大哥 你千万别去啊 我就不信 我看下他的五帝到底想怎样 大哥 我问你了 就算你找到白玉堂 那你问不问他拿回上府三建堡呢 当然问他拿 他如果肯给你 那当然就好了 如果白玉堂翻面 那岂不是从此就断绝了兄弟之情 嗯 老大哥 我看你还等小弟去找他好了 老四掌平就折着 展大哥 展大哥 你不能去的 你去身就不妥当了 为什么呢 哎呀 我那个五帝 很难对付的 那个南盒展昭 今晚被白玉堂放火烧屋 偷走三建堡 已经搞得十分狼狈 又被他写下一张条纸 说明如果有胆去陷空 就有去无回要领他一刀 白玉堂敢来多次羞辱自己 这个南盒啊 再好脾气啊 都已经到了忍无可忍地步 现在又听到蒋平讲 说白玉堂很难对付的 展昭就更加火滚 咦 那难道陷空岛真是龙潭苦悦 展某真是有去无回 好了好了 这回南盒展昭 一心要跟白玉堂比试了 两夫相斗 结局如何呢 且待下回分解冷 上回讲到 那南盒展昭呢 几次被白玉堂来到凌辱 今晚放火烧屋偷走三宝 还写一张字条 说自己有去无回要领他一刀 心已经十分火滚了 又听到老四蒋平说 白玉堂很难对付的 展昭就忍无可忍 那难道陷空岛真是龙潭苦悦 展某真是有去无回 我偏要去 展平知道展昭误会就快点 展大哥不是这样的意思 这样的 那陷空岛虽然不是龙潭苦悦 只误底那份人 做事心狠手辣又诡计多端 他是犹豫想激勾展大哥 引展大哥去陷空岛 他早就切下圈套等展大哥来的了 展大哥对陷空岛路途不熟 好意上他的当不如这样吧 小弟先去找二哥回来 只要找到二哥 叫他先回到陷空岛做接影 到时大哥再去 这样才是万全之计 怎料展昭听到这样说 就更加不高兴了 对付一个白玉堂 我展昭一个人都还不行 还要找你的什么二哥 顿地鼠寒将来做内影 豈有此理 你几兄弟未免太看不起我展昭了 展昭刚刚想开口 公孙策就抢着说 是咯是咯是咯 四弟言之有理 展大哥 你不要辜负四弟一番好意 展昭见到公孙策出声 只要忍着颈不出声 只要忍着颈不出声 只要一吐气 咬住牙关 一句说话都不说 我展昭已经再三引让你这个白玉堂了 你呀你确欺人太甚 总有一天我和你面对面刀对刀 缺一痴红 逼个高低 到了第二天 展平就去见包公 就稳告包公 说要去找韩章 包公就问 你怎么找得到韩章呢 展平就说 因为韩章的母亲的坟墓 在平远翠云峰下 韩章每年这个时候 一定回去拜山的 故此现在去到翠云峰 一定能够找到韩章 包公就十分欢喜 蒋平又提出来 要找赵虎张龙一起去 奇了奇了 那个赵虎最看不起蒋平的 整天都要递生曬 给面子蒋平看的 你这么多人不找 偏偏找个死冤家对头去 张平你想怎样啊你 没事的 只因张平日心想和赵虎和解 所以想叫他一起去路上 可以多谈谈谈 这些都是张平一番苦心 这些赵虎又不是这么想啊 现在包公吩咐要跟张龙 两个跟上蒋平去找韩章 那个赵虎又不去又不行 就谈一吐气 在路上呢 转本和张平斗起 是又说 不是又说 一起走路 张平走快点 他就在后面叫 走那么快做什么啊 赶到投胎啊 张平走慢点 他又鬼杀那么吵 快点啦 魏蓝鸡 总而言之就是 艳尖声门 那张龙看不过眼 几次圈着他 喂喂喂 人家处处让你失分的了 你好心收一把口啦 整天在这儿说完 那些闲言冷语 我听到都烦啦 至于那位张平 确定就确是道量大啊 一与啥都炸听不到 半句都不跟赵虎顶嘴 那赵虎想找郊喊 人家不肯顶嘴 他就没办法啊 只那条气又不信了 那天 走到半路肚饿 一起去饭馆吃饭 赵虎又想聊是生非 一坐落又说 我们同胎吃饭 各点各的菜 各自付钱 谁都不要欺负谁 张平笑口饮饮 好啊好啊 那大家更加无拘无束 上菜啦 赵虎将三碟菜一壶走 一手就立到自己面前 自饮自食 张龙就不好意思 日美就打完场 唉 我这个四弟 他是喜欢独来独往 独饮独食的 唉 蔣四哥 你不要见怪啊 蔣平呢 依然当没件事 是要跟张龙聊天 那吃完饭 赵虎又叫 哎呃伯基 分开来计数 各人给各人的 哈 张龙就不抵得 喂 一会儿到柜台 找完数 我们分开来给就行啦 你这么大声 荒死没人听见呢 好看啊 大家就走到柜台 找数了嘛 那掌柜就说 不用了不用了 掌老爷早已经找了数了 咦 那掌平坐在一起吃都没曾起过身 他怎么早就找了数呢 原来又是掌平一番苦心 他叫那个跟班 如先就交定了银两 不用张龙赵虎两个找数了 以后呢 餐餐都是如此 这个赵虎就硬是不领情 哦 你自己找数而已 你充阔佬啊 你的事 嘿嘿 不该都没句啊 张龙反而十分不好意思 对掌平局 哎呀 掌四哥 餐餐都是你给钱 那怎么可以的 哎呀 张兄 这些算得什么呀 但求赵四哥 不要错怪小弟就行了 张兄 以后还要拜托你 多多帮忙 多多跟我劝解一下他 张龙心中就十分清赞 哎 这位掌平 虽贼其貌不养 而心底人厚度量又大 不怪得他能够跟牢方白玉堂几个 号称陷空倒五二 那他这三个人呢 他这三个人呢 挑衡耶稣 好快就来到崔云峰 在半山之上 有一家灵幼寺 咦 那张平呢 就知道自中的长老 就是打听韩章来到了尾 张老就说 韩尸主 还没曾来宿 没有无望 张平就十分欢喜 好在赶尸一步 在这里等候 一定会找到韩章的了 张平就跟张龙赵虎三个商量 不如就住在这里 来到等候韩章 那赵虎呢 整间和尚子行云了 见到南边客房 干净企理地方 宽敞 就问了张龙两个 就住在那里 张平呢 就跟那老和尚相熟的 就住在老和尚间房 那和尚子呢 就当然是食斋的嘛 偏偏那个赵虎呢 一餐没酒没肉 就吃不下饭的嘛 他就跟和尚借了一套碗筷沙煲硬餐 实行自己开伙 那么他们三个呢 都带有随从的 赵虎就叫那个跟班李小三 天天下山买酒买肉 然后就躲在房子 喝酒吃肉 那天呢 一早李小三就拿着银两 拿着竹篮落山去买酒买肉 去了很久才回来 赵虎呢 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声了 哈 看到李小三 拿着竹篮凶困困的嘛 赵虎就火滚了 你这家伙我叫你买酒买用 我们游山换水呀 半天才回来 什么都买到李小四呀 你呀 说完就动手打人 李小三就连忙跳后几步 老爷呀你别发火 再听我说小人有事品报呀 张龙一手扯就召唬 哎呀你这些网状的啊 你问都没问清楚要打人 李小三就说了 老爷呀 小人刚刚下山去到重林那里 看到有个人想吊颈智山 老爷那你说啦 我去救人好啊 还是不救啊 车蠢才还用问我吗 当然救人重要啊 快去救人啦 哎呀我救了回来了 赵虎就卡卡笑 哦 那算是早件好事 哎呀我差点打错了 我来咯 好 阿仔买酒买肉回来 我请你喝一杯 哈 老爷呀我还没说完 哎呀还没说完 你说完不说 快点说完 觉得我肚饿啦 老爷 小人将个人救起 问他姓名 原来是包王啊 不玩 是哪个玩 你是包丞相的家人包王啊 包王啊 怎么怎么你快说快说 是这样的 那包王啊 奉丞相之命 带丞相的第三物质包世荣来开封府读书 昨晚啊在山下那间客棧住 谁知道那包三公子被老夫担走了啊 包王见到公子不见了 他就冒免见包丞相就想吊颈自杀 小人救他回来 哎呀他现在还有一尾在哭啊 对不住包丞相哦 兆府听完一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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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长长细细说给我听 包王就说了 上一次我带三位公子来跟商爷拜首 包丞相最终于第三个侄包世荣 就吩咐他回回乡之后呢 就来开封府读书求尚准 那三公子就品名老太爷老夫人 同大老爷大少奶 大老爷就吩咐我 护送三公子来开封府 昨晚呢 住在山下那间客棧里 那昨晚好月色 公子说要去重林散步上穴 小人就跟他去啦 谁知道突然间飙了一只大老虎出来 将公子一撞就撞云了 我想迈去救 哎呀那只老虎啊 将公子背在背上 飞跑跑都上山 今天我周围都找不到下落 哎呀我怎么对得住丞相啊 兆府听完一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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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计呀如果我在这就好了 怎么会被那只老虎担臭了公子的 那张龙呢 旁边听 听说老虎背走了公子 突然间醒悟他就问包王 包王 你再讲清楚点 公子是怎么被老虎背走的 那只老虎好大尾啊 一撞就将公子撞云了 然后就背在老虎背上 飞快就扔上山 张龙一拍大鼻 哎呀哪里是什么老虎啊 分明是人扮老虎 老虎用口咬人而已 哪里会撞云的人 然后背着走的 赵虎一听 啊 是呀是呀 那包公子这回还有得狗 张龙呢就劝着包王叫他不用哭 一切想办法去救公子 那时候呢 李小三在附近买点酒肉回来了 张龙赵虎和包王 就一起吃饭 那么那个掌瓶呢 是因为跟赵虎夹不买的嘛 所以这两天都是跟老和上一起住 就没过来这边吃的嘛 那个赵虎呢 喝到醉纷纷 一手拿一把刀 脱了件衣服一身短打 跟张龙一切 就叫包王和那些徐虫留下等候 他两个都趁着月色 飞快就来到山下客棧前边的松林那里 那时候赵虎呢 已经有七分醉意了 左望右望 大声说 车 这样的小树林 哪里藏得住老虎呢 张龙就咬他一眼 哎呀 你这个粗心之人 我们现在来找伴老虎的贼嘛 你这么大声说话 别说假老虎啦 真老虎都被你吓走啊 张龙正在怪赵虎 忽然听到后面树林啥啥声响 张龙转身一看 果然见两个人在树上跳下来 咦咦咦 真是有贼啊 张龙赵虎就拿着刀去追 一直追到穿过树林 前面凌凌丁丁丁有两间烂屋 那两个贼呢 一捐就捐入屋里面 赵虎就不理三七二十一 跟着就追入屋了 咦 那间屋凶狂狂 抬椅子 没有张家司 没有见 哎呀 分明见那两个人走进来的 现在一眼见了 躲都没定 躲的下 那两个人去了哪里呢 喂喂喂 难道撞鬼 那张龙跟着没追到进来 两个都恶然 那个赵虎 忽然一脚就踢到旧东西 蹲下一摸 喂喂喂 三哥那两个家伙啊 缩了到下面啊 你怎么知道的 你怎么摸一下 有个大铁环啊 分明是拉开地板的嘛 张龙就说 好好老四啊 你在这儿看着 我回去叫上 掌平和我几个伙计里 拿上伙计里 那就稳定了啊 呸 什么要找个死病君来啊 骗足两个小偷小魔 我一个人有特口呢 张龙还想出声 我赵虎已经拼着铁环出力一拉 喵一声 真是整块地板嵌起啊 里面黑黑黑黑黑都不见的 对了现在身上又没带火种 又怎样呢 张龙就说 喂 你别下去住啊 这说话都没讲完 赵虎已经一脚踩下去了 喂喂喂喂 下来啦 有台阶落的 张龙没办法啦 只好硬着头皮跟着下去 怎知走了不够几步脚 突然间凌凌一声 那幅楼梯就整幅散了 算你再有本事的人了 两脚踏胸你无从用力了 张龙赵虎两个就好像两个称陀那样 那么一声就跌下去 下面也有个大网啊 网一收 两个人就有鱼猛虎入牢笼 两个都困在网里面 那时候呢 刚才在树上跳下来 那两个人一起跳出来 拿着帚 将赵虎张龙两个就绑到杀 那么现在呢 就不讲这两个被人捉的事先啊 就讲完和尚子那边啊 那包王和李小三那几个随从呢 就在这等候了 等到下半夜都没见张龙赵虎回来 就知道事情不妙了 包王那几个就立刻来找张萍了 就张包公子被老虎背走了 张龙赵虎去救人 一夜未回来的事说出来 张萍听完就大吃一惊 糟了 城上呢就扎着一个好像钓鱼的鱼钩 那样的大铁钩 张萍就吩咐包王和李小三几个 那你们就在这等我 千万不要离开和尚子 万日张赵两位老爷回来 你请他们在这等我先啊 说完呢 张萍就离开和尚子 出到门外 这里是崇山晋岭 今晚月光搅结 散食晶营 万赖无声 四夜正直 张萍哪里还有心观赏 月夜风光啊 急急就下山啊 下到山没来 就听到西北角有几声狗吠 张萍知道附近有村庄 顺着声音就走过去 果然见到一个小小村庄 见到一家门前站着两个人 鬼鬼祟祟 张萍就连忙跳到屋前一棵大树后面 只见到两个人轻轻敲了几下门 又见到里面一个男人开门问 喂 今晚你们两个来干什么啊 大哥 我们在松树林后面 有两个人追我们啊 被我们引入那个烂屋里 用机关捉了他 哎呀 原来是开封府教会来的 以后我们用繩绑要运在地牢上 大哥 你说怎么处置好啊 什么 捉了开封府教会啊 哎 你两个立刻回去杀了他 然后整齐行李 哎呀我们三个远走高飞在这里不留得住的啦 那张萍一听 哎呀我来此一步 张龙赵虎就没命 张萍就快点跟着那两个人尾 一直就去到松树林后面那两间烂屋那里了啦 张萍呢就解下腰间带着铁钩那条绳那时呢 行头的人已经进入了烂屋里面了 张萍一拖那条绳那里面那条绳那条绳那一拖就一拖就拖着后面那人的条颈 好像钓鱼那样扯,整个就扯了落地下, 铁钢勾着脖子就透不了气, 张平三几下手势而已, 用布塞住那个口,用繩子绑到实, 进去里面的人,已经揭开了地洞口的盖, 见到伙计还没进来,就叫了车, 喂,阿四呀,我还不来的,快点下去了结那两个家伙, 说话还没说完, 张平的铁钢已经飞到了, 又是一声还没喊出口, 已经整个拖出门外, 张平照办主换, 用布塞住口,用繩子绑着, 张平走到地洞口一望, 哇,里面黑咕咿咚, 刚才听他说,有机关的, 不是啦,不是啦, 拿稳定做,以其人之道, 还自其人之身, 拿这个人来试试, 张平的去到门口, 一手正义的那个人, 顺手就放在楼梯上, 原来那某楼梯是机关, 你用手按着栏杆下去, 就什么事都没有, 只要你一松手, 那某楼梯自然就散了, 下面的网就等着俗人, 那现在的人绑手绑脚, 哪用手来按机关, 乒乓的, 整个垂在下面, 被网罩着, 张平一跳就跳下去, 点着火种, 看到下面原来是一间很大的地牢, 有一张桌, 桌上面有油灯, 张平是点着油灯, 见到角落头, 就蹲着张龙和赵虎两个, 两个就被人五花大绑, 就扎到实, 口中还塞着个烂布, 张龙见到张平, 沉重沉跪面红耳, 就蹲低头, 赵虎呢, 一秒哇哇哇哇哇, 好像老虎叫那样, 当然啦, 我口塞着个烂布, 还说到话吗, 张平亦不理他两个字, 先把网里面的人拉出来, 密出大刀在他面前一队, 你叫什么名, 一共有多少个人, 你快说, 小人叫刘三, 上面那个叫刘四, 刚才开门, 那个叫什么名, 那个叫武平安, 是我们三个人合伙的, 昨晚你们扮猛虎, 背走那个人, 现在收藏在哪里, 那个武平安背走了, 我和刘四帮忙, 不知道什么在哪里, 那那个人现在生死如何, 小人不知道, 小人刚才去武平安家帮他迷藏了个死尸, 张平一身真是当堂打得冷震, 难道鲍三公子被他害了吗? 各位, 鲍三公子生死如何呢? 且待下回分解了。 上回讲到, 那个那个张平, 听到那个刘三讲, 昨晚抬了人去迷藏, 张平大吃一惊, 哎呀, 难道杀死了包公子? 那个张平一手就是称起刘三, 你说, 你昨晚迷藏了什么人? 哎呀呀, 武平安的姐姐。 张平听到这么说, 定下来, 接着就追问刘三, 为什么武平安的姐姐会死了? 是这样的? 我和刘四, 和我武平安三个人是合分, 武平安就扮老虎, 我们专门拦劫老人, 昨晚武平安就帮了个人回去, 不知为什么, 他姐姐后来就掉颈自尽, 那被你捉到个人呢? 哎呀, 是武平安经手的, 后来说不见了我。 张平审问完刘三, 转过身就将赵虎, 将龙两个人身上的绳解开, 那赵虎, 一手就将塞在后的那块烂布, 问出来, 哎呀, 张四哥, 你真是本事, 我们两兄弟来捉贼, 两个人一个都捉不到, 你一个人捉到两个, 于是老虎都服了你, 哎呀, 以后我再不敢看不起张四哥了。 张平就快点走去扶他起室, 照言底千万别这样说, 我们还要赶去救人, 张平呢, 又拿着那个带着铁钩的绳一拼, 那个铁钩就勾着上面的地板, 张平这只翻江鼠, 不单是水性好, 爬绳就好像一只老鼠那样, 飞快就爬上去, 张龙召虎两个就跟着爬上去, 张平出到门口, 一手就趁在外面, 绑到十个楼屎, 一劈就劈到地奴里面, 然而将地板盖好, 还搬到够大石头来, 摘住地板, 三个人一起, 肥快赶去, 逐个武平安去救包公子, 张平就带路, 带到小村路边那间屋面前, 两个人看, 我先进去, 你两个在外面敲门, 等他一出来, 前后劫住, 一定绑到他了, 说完这个张平将那条绳一匪, 他勾着墙头, 他拉着条绳, 飞快就爬上去, 张龙召虎心中佩服, 唉, 这个张平不单是道量大, 武艺高强, 而且智谋出众, 事事都想得这么周到, 你看, 他戴那条大勾的绳, 用处真是大, 赵府这回也悔恨自己, 耳貌取人, 错怪张平, 幸好张平来了一步, 否则自己连命都没了, 张龙看到张平进去一阵, 就打个眼色给赵府, 张龙又走上前敲门, 只听到里面有人认, 来了来了来了, 接着个人一边开门一边问, 喂, 这么快守啊, 杀了两个公差, 啊, 你们都几本事啊, 赵府呢, 一声不出, 兜口兜面一拳就打过去, 将个武平安打得牙血地血都出埋, 整个扑在地上, 刚刚想爬起身, 张平已经在后面追上来, 一脚就踏正他胸口, 张平就追问, 你昨晚抓到那位公子呢, 被他偷走了, 赵府又火了, 一巴掌就声门, 咯咯, 走到哪儿, 你说, 我, 我不知道他走了去哪儿, 你不知道, 接着又一巴掌, 张平就劝着他, 赵然底, 不要追问他, 我们进里面搜查先, 张龙赵府呢, 就解下那个武平安身上的腰带, 将他绑到实, 然后三个人呢, 就进屋里面搜查, 哈, 什么都找不到, 只是撿到一个小小的包袱, 三个人就押着武平安, 去到重林后面的烂屋那里, 那里面楼三楼四, 一起压戒回去阮城, 走到山脚, 张平就叫张龙赵府, 两个就压戒犯人去, 自己呢, 就翻上和尚寺, 叫包袱几个一起去阮城, 张龙赵府, 就压戒了那几个犯人去到阮城, 哈, 那阮太爷呢, 就刚刚在审案, 被告就是一位老先生, 叫做方禅, 原告呢, 就是宋香的宋家主管, 宋升, 那宋升, 就告这个方禅, 说他偷了他的金额, 那原官看见方禅这个老先生, 虽然是穷, 只是一表斯文道貌暗言, 不像个偷野之人, 这个宋升就死口咬定, 方禅偷了他的金额, 现在连金额都呈上堂, 有庄有正, 阮官正在为难, 瓦翼就进来煲, 开封虎包承相派人来了, 阮官一听, 承相府有人来, 立即吩咐退堂, 将方禅押入监仓, 叫瓦翼去请承相府官员进来, 瓦翼还未走出门口, 滴滴踏踏踏, 两个大汉已经进来, 那赵虎粗声粗气, 喂,阮官大老爺, 你身为一帮之主, 你怎麽搞的? 包承相的侄子, 在这管轄的境内被老虎背走, 喂, 你这乌衫帽还想不想要的? 阮官一头露水, 那真是包公子的侄子, 又说被老虎背走, 袁官又怕又暖, 两位请坐下慢慢说, 刚刚那时, 掌平和包王一帮人来到了, 包王就将怎样奉命送三公子上京, 路过这里, 半夜公子上月, 被老虎背走的事说出来, 掌平又将捉了武平安楼三楼四的事说出来, 袁官听到说已经捉到兇手, 心就算是顶了一点, 立即就吩咐带上公堂, 追问的武平安, 现在将包公子收藏在哪里, 武平安就照供, 小人昨晚拦路打劫, 捉了个人回来, 带到我姐姐住在家里, 未知他原来是包承相的侄子, 自认为丞相, 沉甲公子案件, 将小人的包兄武吉祥, 用狗头杂刀斩了, 小人是想将包公子杀害, 为兄长报首, 怎知小人和两个伙计出去买酒, 我姐姐将公子放走了, 小人来几个出去找, 并无下落, 等到回到我姐姐家里, 姐姐掉颈自尊, 小人的外甥邓狗鱼, 她又死了, 众人听闻, 武平安的姐姐为了救包公子, 自尽身亡, 唉,大家都十分远色, 唉, 弟弟这么坏, 难得有个这么好心的姐姐, 可惜被弟弟害死了, 院官又问, 那你外甥邓狗鱼多少岁? 七岁, 啊? 小小年纪, 怎会自尽身亡呢? 她又, 她不是, 她, 她, 她怎样? 她是这样的, 小人将家姐抬出去迷藏, 谁知道, 外甥邓狗鱼, 雨一尾哭, 要让我赔回母亲给她, 小人怕她吵出去, 一时火气踢了她几脚, 她又滴落山坡死了, 赵府听到这里整个跳起身, 一年几拳打得我武平安随地地点, 蔣平和张隆两个人连忙圈着, 喂喂喂喂, 不要打了, 如果不是她两个圈着, 哎, 肯当堂打死了, 院官跟着審问的刘三和刘四, 公辞都是一样的, 院官就把这三个人困在监仓, 现在凶手抓到了, 最重要的包公子还没找回来, 院官就和蔣平几个商议, 如何去找包公子, 过去, 包公子去了哪儿呢? 原来, 他逃出苦悦, 见路就赢了, 直到翌日未天光, 又去到一家人家的门口, 再没力气了, 整个就扑在地上, 那间屋的主人不是别哥, 正是刚才被院官審问的老夫子, 教书先生方善, 这个方善老先生, 虽然满土学问, 之贫穷老道十分寒酸, 见到门口有人扑在地上, 他连忙去救了, 这位卢先生, 虽然窮, 折心地十分磁场, 他将包世荣带回家, 扶他上床, 怎知呢, 包世荣自小嬌生惯养, 昨晚一下, 又疾得那么远山老, 一时受惊成病, 纷纷沉沉沉气息未弱, 病情十分危险, 好在这位老夫子呢, 又懂得医术的, 就亲自煮药熬湯, 细心治理, 才稍为好一点。 那天, 方善出街执药, 在路上, 啊, 被他收拾一只金额, 等他一轮都没人来认领的, 那老夫子呢, 就在银铺上问下, 到底是真金额啊, 还是假的, 又不合得那么巧, 就被他的室主送声看见, 有一手就抓住, 硬硬说方善入屋, 偷了那只金额, 就拉到院城, 那方善奴先生的女儿叫做玉枝, 听闻父亲被人捉了, 女儿现在未见过世面, 又无亲无戚, 无依无靠, 只要哭哭啼啼是啦, 好在旁边有个老街坊, 叫做宁大婶, 宁大婶的丈夫早死, 又无儿无女, 这位大婶呢, 牙尖嘴里最喜欢讲笑的, 哇, 那把嘴是好厉害的, 只要他为人善良正直, 又肯帮人, 他见到方老先生被人冤枉, 灵大婶心中不平, 就过来劝解玉枝小姐, 玉枝小姐呢, 就求灵大婶去监仓探望父亲, 灵大婶一口就答应, 即刻去到阮城衙门, 那这位灵大婶呢, 虽然是个女流, 只因为她帮过很多人, 所以监仓的牙液呢, 她液释得不少, 加上这位大婶年纪已经五十多岁了, 二老迷老, 一去到监仓门口, 真是痴痴痴痴, 去跟监仓讲人情, 监仓就放了她进去见方善老先生, 那个方善就说, 刚刚刚过堂, 怎知因为包公的侄子不见了, 远官顾着这件事, 又没有審案中押戒回监仓, 接着方善又说, 大婶, 这回我有件事要求求你了, 哎, 街坊伦理, 何必求求求生啊? 大婶是这样的, 哎, 你都知道了, 我一向家境清贫, 我房间夹齐了, 只有三间房, 一个厅, 地方浅宅, 二间又有个书生叫做荣世宝, 在半路病了, 我救了他回来住在我家里, 偏偏我又被人拉来这里, 我想求大婶帮下我, 和我做个妹妹, 等欲知和那位荣相公结为夫妻, 哎呀, 哎呀, 放鬆, 你何必这么心急啊, 等你出来那时才办起事都不迟啊, 哎, 大婶, 我家中又没有其他人, 地方又浅宅, 剩下欲知一个人在这里, 现在那位荣相公入来住, 姑男寡女, 微面又瓜田里下之义, 不会被人说闲话的, 再说啊, 我看那位荣相公, 上茅非凡品行出众, 又是个读书之人, 不如就将他招为女婿, 那就算了, 这里我已经写好了封书信, 多凡你带回去交给那位相公, 万一他还不肯呢, 你就将我一番苦心说给他听, 他一定会答应的啦, 啊, 原来是这样, 行了, 行了, 我亲自出马, 那个相公一定会答应的啦, 好像欲知这么好的老婆去哪里找啦, 好了, 好了, 你放心啦, 我回车啦, 你女儿那里, 你不用挂的啦, 有我照应的啦, 凌大嬸就立即离开, 回到你方善家, 找着玉芝小姐, 就将她父亲在监中捉托, 说给她知道, 玉芝小姐听到这样说, 就臉都红了, 没出声, 哎呀, 玉芝呀, 这件事是你爹作主的, 她说, 那个荣相公啊, 上貌好, 人品好, 学问也好啊, 哎呀, 这些叫千里因缘一战軒嘛, 你爹做了封书信, 叫我带给荣相公来, 他现在住在哪儿呢? 他住在书房, 他病还未好了, 还未起床的, 啊, 那我进去找他啦, 那个凌大嬸走到门口大声问, 啊, 荣相公在那儿嘛, 在那儿, 哪位啊, 请进来啊, 凌大嬸一进去, 见那位荣相公呢, 还躺在床上, 面色蒼白, 形容潮水, 这果然生得上茂出众, 人物尽兽, 凌大嬸就说, 老身姓凌的, 是荒老先生近伦来的, 这个玉枝小姐啊, 叫我去监中探望她父亲, 荒老先生托我带封书信回来给上公啊, 说完就把封书信拿出来, 包公子看完就十分为难, 哎呀, 哎呀, 那怎行呢, 荒老先生对我有救命之恩, 我都未曾报答她老人家, 现在荒老先生, 又在狱中, 我又未能够帮她, 都已经觉得十分惭愧了, 哎呀, 还有婚姻大事, 又未曾稟报父母, 怕, 怕一时难以从命吧, 哎呀, 荣相公, 你不知啦, 这个荒老夫子啊, 只有女儿啊, 现在她家中又无人, 男女瘦瘦不亲的嘛, 如果你们不定了婚姻啊, 那朝夜是非到时怎么办啊, 故此老夫子, 才托我做媒人啊, 啊, 荣相公啊, 这件事啊, 不妥得啊, 包公子听到这么说, 想到那位荒老先生, 一片好心, 救自己一命, 她又不知道我是包公的侄来的嘛, 只知我是个落难之人, 她还将个女儿去配给我, 哎呀, 確实是一番好意难得, 不如就答应了她, 等稟告父母再成亲戚啦, 令大嬸见到包公子, 还在那里猶疑不决, 没出声, 大嬸就开口, 相公啊, 你不用犹豫的啦, 你都未曾跟小姐见过面, 见过面你就知道啦, 这个玉珠小姐, 不但生得端庄美貌啊, 而且十分言得啊, 还有啊, 她诗词歌父, 羊羊都好叻的, 是她父亲方老先生亲自交的, 相公啊, 你和她真是天生一对啊, 哎呀, 那么好啊老婆, 你打罗都找不到啊, 包公子就说, 多誠老妈妈, 一番好意, 我答应就是啦, 哎呀, 恭喜恭喜啊, 哎呀, 哎呀, 相公, 你既然答应了, 多少你都要拿回聘礼, 那老生, 明天拿回给包老先生才行, 哎呀, 哎呀, 我是遇难逃生, 行李都没带, 那怎么算好呢? 啊, 那又不要紧要, 只要你说了, 不要改口就行了, 老妈妈, 大丈夫一言记出, 致死不悔, 哎呀, 何况我仲仇方老先生 这么大的恩典呢? 那又是呀, 之恩不报就枉为仁, 我也知道, 相公是证人君子, 不是那些小人来的, 包公子又问到 方老先生是监忠的情况, 宁大审讲完, 包公子就叹了口气, 哎呀, 可惜我有病在身, 不去得衙门, 否则我去到见到个院官, 那又易华为了, 寧大审一听, 哎呀, 你认识那个大老爷的? 嘿呀, 你做你出声, 那又易华为了, 你立刻写封书信, 我带去给大老爷, 那便可以了, 包公子想一想, 好, 那也好, 知名大审, 你又不太信得过, 喂喂喂, 呀, 相公呀, 那个院官大老爷, 懂不懂你呀? 老妈妈, 你放心, 那, 你拿那封书信去, 你用牙翼打开中门去面见院官大老爷, 只要那封书信, 你千万不要落在别人手中, 行了, 行了, 只要你那封书信靈验, 老身又是刀山火海都敢去闯, 衙门而已, 我都不知道去过多少诗了, 那, 那,那, 你等着, 我立刻拿筆墨来吧, 寧大审在书桌, 拿筆拿筆拿筆, 拿筆墨来, 磨了墨, 帝子筆给包公子, 监知包公子拿筆的手, 在那里振腾腾, 一个字都写不懂, 寧大审见了包公子, 臉青青一被一血喘起, 知道他的病还没好了, 身体虚弱, 就问他, 啊, 明相公, 你几天没吃饭呀? 老妈妈, 我三天没吃过一口饭, 全憑荒老夫子, 冠药给我喝, 故此现在觉得头温眼花, 四肢无力, 那, 那你先坐一会儿, 我煮碗汤来给你, 喝完我碗汤, 包你精神爽利的啦! 凌大审就立刻去到玉姬小姐的房里, 一五一十就报给玉姬小姐听, 小姐就立刻煮了一碗米汤, 滴了几滴香油下去, 凌大审就捧了一碗米汤进来, 相公呀, 汤来了,汤来了, 哎呀, 你闻一下, 多香! 包公子就挣扎起身, 捧了一碗米汤, 喝了两口, 这样就饿了几日, 一口米汤真是好饮个禽章肉翼, 包公子喝了几口, 当堂觉得压角出汗, 整个人精神了很多, 拿去之笔, 一挥而就就写好公信, 令大审十分欢喜, 相公呀, 你将公信读给我听下来, 听下说什么呀? 老妈妈, 这封信不读得出来的, 被人家听见, 酒楼风声就不得了, 你快点拿去见院观就行, 哥宁大审, 那是个聰明之人, 见到荣相公不肯读信, 他有点害怕, 别了, 别了, 都不知你写什么, 一会儿我拿去见大老爷, 被他打二十大板, 就得了, 别了, 别了, 我都是拿稳定做好了, 那宁大审呢, 拿着封书信去给人看, 看完之后又怎样呢? 欲之后是如何, 且待下回分解了。 好,